大半夜的這群人不睡覺在街頭鬥歐 一名穿黑色上衣的女子被人抓頭髮 還被推倒膝蓋在地上拖行 接下來旁邊還有一名穿黑衣的男子 被人用棍棒翁打打趴在地上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兩派人馬在路口先聚集 接下來一言不合爆發肢體衝突 根據了解這是一名郭姓男子和蔡姓前女友 兩個人因為9萬元的債務相約談判 男子還帶了他的新歡到場 而前女友也找來了友人助陣 兩派人馬大打出手 互毆拉扯 郭姓男子還有他的新歡受傷送醫 前女友追討9萬元債務 兩方人馬談判變成打群架 過程被目擊者拍下 但卻是嘲諷的語氣 因為他的阿嬤還有狗就站在對街看好戲 警方到場後來助陣的人也全都鳥受散 跑得比誰都快 留下受傷的郭姓前男友跟他的新歡在場 全案也被依刑法妨礙秩序等罪協來偵辦 記者吳郭珍 陳婷宇 高雄報道